有很多宝宝都很好奇林妈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先给你们看几张照片 看看有多少宝宝能猜出来 哈哈猜对咯 林妈的工作呢 基本上都是和玩具打交道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三小时多了很多和各种玩具接触的机会 我和他们的身后友谊啊 也是在玩的过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当然呢也不是所有玩具都能入妈妈排演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们玩的绝大多数玩具 都是一只类玩具 有锻炼空间想象力的 有锻炼惊喜动作的 还有语言认知的 自然探索的等等等等 因为童年啊就是要玩 但是呢我们要有质量的玩 所以啊当时妈妈选品的四大原则 就是安全 意志 好上手 够耐玩 这也是为什么林妈一直那么支持过 迪达恶高积木的原因 因为啊要把完全碎片化的东西 通过对说明书的理解 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的过程 是可以大大提升动手能力 空间想象力 创造力 以及专注力的 耳濡目染啊 最近就跟小朋友一点都坑了 而且啊小朋友一旦发现很容易上手 就更加乐意去主动探索了 啊那竟然看那种说明书 还来在你独立黑 对啊 这叫有奇哥必有奇地 看他们俩自己在那边玩边边 故事都有意思 就连小丁一个人都能玩好久 啊死妈妈又能解放好了阵子了 可是妈妈 要是我们家再来一个的高兵 那么多鸡都打了呀 哎 这是一个问题啊 那你们说怎么办好呢 我们下期见了